公元前660年,秦穆公继位,成为秦国第九位国君,其在位期间独霸西荣,成为春秋武霸之一。 秦国在周霄王之时,以养马功臣得到封地,但并不是诸侯国。 公元前770年,因秦湘公护送周平王东千有公,被提升为诸侯,并赐封给他西荣攻占的齐山以西土地,秦始建国,并在此不断发展壮大。 秦国当时得到的封地,相对于其他中原强国来说,位置相对较为偏僻,也正因为他地处偏僻,因此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。 在中原各诸侯争霸之时,秦国则为所发育,直到秦穆公时代方参与中原争霸,成为春秋时期仅次于晋国、楚国、齐国的二等强国。 公元前636年,秦穆公扶持晋文宫中尔上尉,成为晋国国君。 晋文宫在任期间与秦国和睦相处,晋文宫与秦穆公更是多次结盟征讨诸国。 此外,秦国还与晋多次联姻,秦晋之好,互称老铁。 公元前632年,晋文宫建土会盟称霸中原,而秦穆公称霸的野心也越来越大。 但当时秦国地处物资匮乏的偏僻的西北地区,地理环境严重限制了秦国的发展。 为了打破这个困局,秦穆公采取了东晋中原的策略,但是交好了晋国成了秦国东晋最大的阻碍。 公元前630年,晋文宫会同秦穆公共同讨伐郑国,为避免灭国,郑国与秦国结盟,郑文宫向秦国许诺,此后可将郑国作为东晋的基地。 可惜没过三年,晋文宫和郑文宫相继去世。 郑国公子兰在晋国的扶持下上尉,视为郑穆公。 郑穆公属于亲近派,后续若成为晋国的附庸国,秦国想要东晋就难了。 于是在公元前627年,秦国派军偷袭郑国,当秦军到达华国之时,被郑国商人发现,偷政计划自此天下皆知。 秦国大将眼看计划败露,但来都来了,也没有空手回去的道理。 于是顺手就把华国给灭了,秦国因此满载而归,然而华国虽小, 但他却是晋国的小弟。 对于当时中原霸主的晋国来说,这口气自然不能忍, 于是晋香公派军在小山伏击秦军,而班师回朝的秦军正中吓坏。 小山之战以秦军被拳坚而结束,秦国三位大将被俘, 秦晋联盟就此土崩瓦解,由易得小传说翻就翻。 公元前626年,秦穆公再次遣将攻打晋国, 以报销之战之仇,晋香公率军迎战。 两军在彭牙开启争霸战争,然而, 晋国作为当时的中原霸主非徒有虚名,秦军再次败北。 此后,秦晋两国多次交锋,秦军虽有胜利, 但终没法挑战晋在中原的霸主地位, 秦穆公东进中原的计划自此破产, 于是调整策略转向西部扩张。 秦国以西的劲敌主要是西戎,在周幽王时期, 西戎中的犬戎攻入豪京,血洗国都, 周幽王及大批官员被杀,导致西州灭亡, 周平王即委后,也不得不避其锋芒东迁洛翼。 秦穆公正考虑如何进军西戎之时, 戎王则派大臣由于到秦国考察, 秦穆公觉得由于是个人才,于是高规格接待, 各种乡车美女通通奉上,并小之以礼,动之以情, 最终由于被秦穆公所打动,并帮助秦穆公讨伐西戎。 公元前623年,秦穆公亲率大军讨伐西戎, 秦军所向披靡,威震天下, 最终使十二个戎国臣服于秦国, 秦国将遇自此扩展千里, 周天子还特意派人带着金谷等贺礼向秦穆公祝贺, 秦穆公自此称霸西戎,成为春秋五霸之一, 秦穆公成为霸主之后,于是召告天下。 他说,现在西瓜视频推出了达人重粉活动, 只要通过二维码或在应用商店下载西瓜视频, 然后搜索,昭君史书666,可免费参与抽奖, 活动真是有效中奖率超高, 更有华为手机、苹果电脑等大奖等你来领。 老铁们,快去试试吧。